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黄河十八岁的时候就得到金钟影帝嘛 那韦宁是新科的金钟最佳女配角 但是是第一次演恐怖类型对不对 可不可以帮我们说一下当初接到这个本子 你想接演的心情是怎么样 其实当初接到红衣小女孩这个剧本的时候 有一点犹豫因为红衣小女孩这个题材 其实我还蛮敬畏的 所以其实一开始接到这个本的时候蛮犹豫的 但是几经思考之后 台湾这十年来几乎没有类型片 然后更别说鬼片了 那其实有这样子的机会接触类型片 拍摄类型片必然是一个很 非常典型的类型拍摄方式 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那因为一直没有这样的经验 我觉得跟剧组跟其他演员来合作 一起去了解这个类型片怎么样把它操作起来 是一个成功的类型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跟学习 所以当初就这样子 对就这样决定接演红衣小女孩 我虽然自己真的本身非常的怕鬼 所以当初在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还是有点害怕 因为红衣小女孩算是我心里面最怕的一个 鬼的形象 那从就是从小时候看了玫瑰之夜之后 这个形象就一直在我心里面 就是就散不去 所以接到剧本的时候就觉得说 天啊我真的要挑战我最害怕的东西 然后其实当初我觉得也是抱着一种比较侥幸的心态 觉得说反正那么怕 应该随便演演应该也还蛮像的 因为只要本色演出就好了 但没有想到说 这拍摄这样子类型片 真的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它真的是我们前置必须要上非常多的课 我们要去把我们两个同样恐惧的等级拉出来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表现我们的脸部表情 然后我们真的要从内而外的释放出那个恐惧 一个月都在那个状态里面 非常的辛苦 但我觉得也算是挑战自己心里面最害怕的东西 还蛮有成就感 所以这一次黄河演的是何志伟 韦宁演的是沈怡君 所以等于说是两个人在合作之前完全没有私交 就是第一次合作 然后就要合作演出一个交往很久的情侣 就刚刚韦宁说你们必须要在戏前 就要培养出很好的感情基础 所以可不可以帮我们说一下你们怎么模细的 怎么沟通 其实我觉得拍红衣小女孩 进组拍摄之前 我觉得我们很幸福的是 导演跟制片他们都安排了非常多的课 尤其是他觉得像我们两个人的那种 这么久情侣的默契的场次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重头戏可能恐惧会发生一些事情的场次 都特别拉出来 然后不断的不断的就是导演让我们自己即兴也好 然后他就是经由不断的沟通跟不断的排练 然后甚至有一场我们两个人就是在互相就是吵架 男女朋友吵架的 导演就是让我们即兴发挥 然后那一场的台词后来全部改掉 就是改成我们两个人在排戏过程中 现场的过程 对 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觉得两个人默契就是这样子培养出来的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 因为在戏里面的角色其实也在一起了五六年了 所以我们每次在戏里面碰到的场次 一碰到就是两个人就是有一点点争执 有点点吵架 所以就就是只要把这些东西拉出来 就其实还蛮容易的 但是对黄河来说 我觉得你应该很紧张对不对 要跟女神一起拍戏 对不对 我记得有一场戏 你们你要边跳舞边卖房的求婚条段 可不可以帮我们说一下 你之前怎么样做好这样子的心理准备 其实那一场很紧张 是因为我要边跳舞边介绍 这东西让我压力比更大 更大 对那其实一开始就像维迪刚刚讲的 其实我们一开始的前置准备功课做的很多 那不管是剧本上面的东西 甚至是角色的职业 也有做很多的准备功课 其实那一场戏在拍摄前 我本身是一个不会跳舞的人 我也是一个音痴 所以在开拍前 我一直在家里面练习跳舞 边跳舞边介绍房子 每天在睡前 在自己家里在客厅 从客厅开始 然后介绍自己讲 然后自己对 顺那个词 顺那个舞步 然后自己放音乐 然后一路跳到卧房 去做练习 那其实就是自己练了几次之后 或者做了很久 才能够在现场做到那样子的表演 那其实有另外一方面是因为 类型片就是鬼片 它的节奏必须要很准确 很准确 对 所以在排戏的时候 导演也会针对这几场 比较重要的场次做调整 让我们整个表演的节奏 跟整部片的节奏是合得在一起 而且是在她想要的tempo上面 tempo上面 那角色的部分 因为你们说之前 事前做了很多的准备 可不可以再帮我们说一下 你角色事前准备做了哪些呢 我在《红衣衣小女孩》里面 饰演的角色叫做何志伟 那她是一个 刚出社会算是 进了社会一两年 然后赶快赚到大钱 然后让奶奶祝好 房子 然后赶快把 心爱的女朋友娶回家 幸福美满的生活的一个 充满梦想跟斗志的社会新鲜人 在《卖房子》这一块 虽然在戏里面 不是那么大的篇幅 但是其实 对角色本身设定而言 是需要这么厚的东西 去支撑她的 所以其实在开拍前 有上过几次的职业训练课 真的就去房地产公司 跟着他们怎么样看案例 怎么样看这个物件 我应该要怎么说这个物件 然后要从哪边开始讲 要怎么讲才卖得出去 是 老房子 要怎么说 那大家会觉得说 这房子太老了 为什么那么贵 那他可能 找优点 就是讲优点 每一个 每一个东西 它都有不同的观点 我要一直要用它是优势的观点 去卖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在现场拍摄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的帮助 因为现场我们的场景的关系 甚至是导演希望 简介的顺序的关系 可以去调整里面的台词 或是我的说法 就可以用到角色准备的东西 让我能够现场 及时的改正 对 而不会出差错 是 对 我在系里面是沈怡君 然后 其实他是一个 在工作方面 我觉得他其实心里面 他是一个很 硬的 对很硬 然后他是一个很 知道自己要什么的女生 他有一个他自己的计划表现 现在他就是要干嘛工作 然后他不想要结婚 他觉得志伟不够成熟 然后他会用他自己很主观的观点 去安排每一个人 可是很多事情不见得是这样子 因为我有我的观点 他有他的观点 所以我们两个就会常常吵架 虽然说剧情里面 并没有交代说 怡君他的家庭背景啊什么 可是我们在事前 因为要凸显 为什么怡君跟志伟 两个人在一起五六年不结婚 然后我们又是安排 就是 我在系里面是比他大的 就是这样子学姐跟学弟的关系 然后在一起这么久 为什么力量让他们可以在一起这么久 然后还不结婚 然后还是这么相爱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 在前置的时候必须要建立 在角色建立的过程中 需要一直在补满的 所以那时候就设定说 怡君其实他跟家人的关系不好 他可能从小是自己独立长大的 所以他不知道怎么跟长辈相处 所以以至于说 他跟那个 智伟的奶奶 其实他不是不礼貌 只是他不知道怎么样表达自己的情感 所以就是很多东西都是从这些小细节 我们一点一点的去设计出来的 像我的话我也常是写床的 那写床就是刚开始是写 到后来你就是要有那种 因为那个写到最后要粘稠 它是脚被东西粘住的 可是实际上你在床上真的 那个东西不是真的 怎么它只是轻轻铺上去 可是你要演出来 那个粘的感觉 所以那个其实上课上非常久 因为导演刚开始的时候 你怎么样都抓不到说 我在床上被钉 刚开始在踢 然后开始被脚被钉住 然后我要拉扯的那种感觉 就是怎么试都试不出来 所以我们一直花了很多时间在那一场 呈现出你那个脚被钉住 然后粘腻 然后那种感觉 我觉得那个其实很蛮辛苦 蛮累的 所以肢体训练的部分 也必须要顾到 我们两个都有肢体训练 了解 我觉得那就是杀青戏的那一段 因为大家体力已经到极限了 然后大家到最后 因为后面那个在身体里面 都放那个白烟 害怕说在抖 然后那个眼泪啊 鼻涕都不由自主地一直流 一直流 然后还没有办法呼吸 一咖就拿氧气筒 就是那个我觉得是 到现在我想我这辈子 应该都没有办法忘记 忘记的经验 那一个礼拜 恐怖类型的表演 如果没有到位 没有很精准的话 那基本上 这部恐怖片可能不成立 所以我想请两位 帮我们说一下 恐怖片的演技 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够到位 要怎么样才是它的关键的诀窍 对我来说我还是觉得处于一个在摸索跟尝试的状态 因为因为台湾一直没有范例去做一个参考 或者甚至是台湾一直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标准方式 就是叫你说恐怖片要怎么演 所以其实我们整个团队都是在一个很像是在草创去大家去摸索说到底要怎么执行这个类型片 那我们跟导演一直有讨论说像是日本的鬼片 日本的恐怖片 香港的恐怖片 甚至是欧美的恐怖片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表演方式 其实我讨论出红衣小女孩到底适合什么样的类型 对或者是我导演想要什么的类型 所以其实我们在在尝试的时候很大的一部分是在练习说怎么样 让观众看到我们的惊恐或是感受到我们的惊恐 以及我们要如何把这个恐惧拉长跟放大 因为其实正常我们在生活中被吓到就是一个瞬间 但是在恐怖片里面他的吓到不是一个瞬间 他是一段时间 他是一个很长很长你要看到这个角色 对那个角色他从怀疑到吓到然后惊恐害怕逃命 就是他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恐惧 对所以其实在在这一方面的练习 以及恐惧的分配在前置的时候 其实做非常多的功课 被吓到是不是只有尖角 还是被吓到有些人是愣住没办法讲话 没有反应或者是发抖 甚至甚至是呢喃就是他会有非常非常多种选择 而真正我们应该要选择什么样的恐惧 才符合这个角色或是才符合这个类型 其实在这方面跟导演跟表演老师 就是一直在找到一个最适合红衣小女孩的表演方式 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还是全然的相信这件事情 因为你相信了故事才会成立 然后观众才会因为你的相信而进入到你想要告诉他们 现在事情发生的这些经过 所以我觉得当然第一个除了相信之外 第二个就是全然的就是释放你心里面的 那些你的对手给你的戏 然后你碰到小女孩 你这些写窗就是你把心是打开的 你全部的感受跟恐惧全部都接受得到 那除了这些之外 我觉得光连尖叫你都要分很多种 你不是只有大尖叫 因为大尖叫可能观众会疲乏 所以你有可能是乌烟的声音 有的时候是真的是害怕战斗的 然后有的时候是真的在尖叫 然后所有东西你都要做的 就是都要很到那个位置 那你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 你所有东西都要在那个地方一次解决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 都是需要不断的磨的 这跟类型片跟一般的演戏 我觉得是真的是不一样 有很大的落差 那黄河 体力活的部分 要不要帮我们说一下 其实眼恐怖片 需要花很大的体力 对不对 是 任何一个大情绪的表演 都很花体力活 不管是哭 是悲伤 是愤怒 甚至笑 都是一个很花体力跟精神的 因为你的身体必须要用力 那当人受到惊吓的时候 其实身体是紧绷的 身体是紧张的 所以里面有非常多场戏是 受到惊吓或者是 甚至是撞见鬼的一些场次的时候 其实在拍摄的时候 身体要一直hold住那个力气 甚至连脖子眼睛嘴巴都要全身用力紧绷 才有办法呈现出那种抱青筋 或是被掐住 甚至是眼睛瞪大写湿的那种状况 到底怎么样才叫做被附身 那这个东西没有人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问到 那我们就只能理出一个 我们觉得趋近 或者是导演希望的样子 被人掐住 我们理出来要被人掐住 不能呼吸 被人抓住 想动但是不能动 那那个东西 我必须要全身用力 我一直想要动它 但是我还要控制它 我不能动我不能动 编气编到最后 很想要呼吸 想吸但是吸不到 那才是被 那才是导演想要的状态 所以其实一直在不停的拍摄 一个take加一个take的时候 其实是 每一次拍完都是虚拖 虚拖然后喘大气 然后全身大汗 满身大汗 所以其实惊恐的表演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话题 另外是 我们有很多上山救援 跑 叫 喘 那其实也是非常大的体力 我那为您真的太辛苦了 它是一个台湾非常难得一见的 非常典型的鬼片类型片 然后真的台湾团队所打造出来 而且是在地台湾的题材 属于台湾的鬼片 它跟台湾的社会基地前一世 就是有非常强烈的共鸣的 你是真的觉得你回到家 你有可能会遇到的那种恐惧感 其实有好几场戏大家一直拿出来讨论 那你们自己心中觉得最印象深刻 或觉得最辛苦的一场戏是哪一场戏 森林戏一定辛苦 因为我们走的那个森林 其实不是就是大家常常在登山走的路 不是一般的路 它就是真的是我们就是你知道很像是开窗 那些草我们有时候都要割啊要干嘛的 然后我们才能有一条开一条路 才能走上去然后才能在那边拍 然后工作人员可能提前都要到那边去 就是去把那些路踩出来 对所以你看我们在有 有一个在新店的山区 它那个斜坡大概基本上是有 七六十六十五度 一进去有一个六十五度 然后那上面全部都是青苔下雨 如果前一天或者是前两天下雨 或湿气太重 所有工作人员都是用滑的 大家都是用滑的下去 我们到那个走到那边要半小时 然后上来上厕所要半小时 所以呢对于我觉得在 就是不只是连在拍的时候辛苦 大家在运送机器啊 就是上下跑厕所过程中 大家都一样都是很耗体力的 更别说在后来到了墾丁的山区的时候 那个树根基本上是从泥土上长出来 然后天色这么黑 有的时候他们会把那个树叶就盖住了 你看也没看到 那你在跑的时候 你眼睛只看到前面 就很常被树根绊倒啊 然后不是撞到手啊撞到脚啊 然后连摄影视也很常 就是因为说他要往后 所以他有时候也是跟着我们大家 全部都摔成一团 所以墾丁的戏 我们又是排到就是杀青戏的部分 我们最后一个礼拜 拍完就杀了 所以我觉得前面拍大家已经很辛苦 然后累积累积到最后 那个时候大家已经是 呈现一种回光返照的状态了 那是最累的 因为如果问我说哪一场是最印象深刻最辛苦 其实我觉得每一场都很可怕 都很辛苦 可是如果真的要这样子拉开来讲的话 我觉得那就是杀青戏的那一段 因为大家体力已经到极限了 然后在森林里面都放那个白烟 我们拍到最后其实已经是恍神的态度 恍神的状态 因为你闻那眼你是缺氧的 然后你又要害怕说在抖 然后那个眼泪啊 鼻涕都不由自主地一直流一直流 然后还没有办法呼吸 一咔就拿氧气筒 就是那个我觉得是 到现在我想我这辈子 应该都没有办法忘记 忘记的经验 那一个礼拜 那一个礼拜有多可怕 对 所以黄河呢 你要说一下你的重重戏吗 其实 重重戏那场真的 真的是蛮煎熬的 蛮好吃的 它不是 它一点都不辛苦就吃饭而已 但是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精神上的折磨 是 因为其实在拍摄的时候啊 它为了要后期的特效CG 要跟现场的道具做结合 所以它其实桌上放的是真的 真虫 对 真的蚯蚓 真的面包虫 真的 真的蛆 真的蛆 真的 甲虫 然后它也还有做一盘 可食用的牛粪 那其实就是巧克力蛋糕加布朗尼 对 在拍摄的时候呢 因为 河之瑞嘴里吃的东西 也要 合成成CG 但是因为我必须要吃它 所以它要做一个道具 那 它就是用 布朗尼 跟布朗尼 还有 蚯蚓果冻 你想想看喔 布朗尼是咸的 嗯 蚯蚓果冻是酸的 酸的 然后巧克力布朗尼是甜的 甜的 然后我在吃的时候 所有味道都在嘴巴里面 然后 我眼睛看到的都是那些东西 爬满桌子 我每一个take card 之后 我要把蚯蚓夹回盘子里面 因为它就爬出来 嗯 然后 我要把它夹从哪里去放好 要归位 对 然后有非常重的土味 非常重的虫味 所以那个 那个在 在味觉跟视觉上面 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 然后每一个take card 之后 都是呕出来 所有东西都是呕出来 跟 我想要把它吃进去 因为其实是 因为它就是吃得津津有味 很开心 我一直想要 我一直试着要把它 咽下去 但是真的就是 就是咽不下去 身体反应要把它呕出来 嗯 是违反生理原则 对 所以其实那一场戏是 是 一个感官上面的折磨 煎熬 对 其实两位的戏路 真的就是证明了 非常的宽广 可不可以帮我们说一下 你未来还想要挑战 什么样子的角色 有没有想过 我希望 我好可 我希望我可以演到科幻片 科幻片 对 我不知道女生怎么样 但是男生就是会觉得 科幻片 小小时候就是会看卡通啊 嗯 玩玩玩具啊 就觉得好帅喔 那个 拿着 拿着光剑 拿着雷射枪 或者是会非常甜 就是 就是 就是一定很好玩 我就觉得拍的时候一定会很好玩 一定很有趣 嗯 然后又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 因为想必会有非常多的特效 CG的一些 甚至是对 要对着怪兽演戏 那种感觉会 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 是很不一样的 嗯 我自己是想要挑战喜剧 喜剧 因为我永远都记得以前 小时候看那个港片啊 那些喜剧 它不是你知道字幕跑完 在跑字幕的时候 就有些NG画面 是 然后你就觉得他们很欢乐 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 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即兴的 因为你看周星驰啊 张曼玉啊 他们那个时候 他们演的那些 你就觉得哇好像NG画面 比正片还好看 比正片还好看 但是正片已经很好看了 是 所以就觉得说对于那种 他们在工作环境很向往 就是拍喜剧是一件 多么快乐的事情 嗯 然后尤其是你知道 又拍完《红云小女孩》 这么紧绷戏之后 你会希望说可以到一个就是 一个现场 然后你是没有压力的 而且我觉得喜剧的节奏 也很不跟我们碰过的戏 很不一样 那这个节奏 如果你可以多去接触 也是又再开了一个 就是你对于演戏 就是懂的一个 一个关键 一个关键 对所以我觉得喜剧 我现在还是真的 也蛮想尝试的 嗯 那我们再拉回到 《红云小女孩》 两位可以帮我们说一下 你最推荐她的地方 在哪里吗 希望带给观众 什么样子的想法 她是一个台湾 非常难得一见的 非常典型的鬼片类型片 然后真的台湾团队所打造出来 而且是在地台湾的题材 属于台湾的鬼片 它跟台湾的社会 极力潜意识是有非常强烈的共鸣的 所以你进去你所看到的东西 你所感受到的东西 其实就是在你生活周边 让你感觉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想 嗯 你是真的觉得你回到家 你有可能会遇到的那种恐惧感 嗯 其实我觉得《红云小女孩》她讲的 很多东西 又包括是执念的事情 就是导演很想要就是 让大家知道说 每个人心中都有对自己生活的一个执念 那那个执念的能量如果强大到 就是会让你的生活开始分不清楚 就是 我到底做什么事情是对的 因为某些要其实我觉得 看观众自己进来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到底是一个能量 嗯 心里面的执念 还是它真的是大家所谓的鬼 或是 某心啊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就是大家如果进到电影院来看 然后我相信大家可以找到心目中 心里面对于这件事情的解答 嗯 而且我觉得《红云小女孩》她 不只是恐怖片 她不只是惊悚 不只是吓人 其实看完《红云小女孩》之后 你的内心会有很深的感触跟反思 你对你身边的人的相处 对 你对亲人 对朋友 对家人 嗯 的情感 你会重新的去思考这件事情 嗯 今天非常感谢 谢谢黄河跟韦宁 帮我们分享《红云小女孩》 谢谢两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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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